看实施国安法之后的香港艺术品被下架 最近的话题是 铜锣湾最热闹的SOCO百货外墙 展出数位艺术品 但是七天就被下架 因为有人发现 里面的会出现反送中运动人士的姓名跟刑旗 英国最新的低成本恐怖片 小熊维尼 血与密 小熊维尼到底是像谁 敏感到在23号要上映前夕 港澳全面喊咖不会上映 血红色的背景下 监视器转动横扫街头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都难逃老大哥的严密监控 这是美国艺术家派崔克雅曼顿的 最新数位艺术作品 No Royalties 没有暴徒 十七号开始在香港最知名的 铜锣湾SOCO百货外墙荧幕展出 但展出不到一周就被当局封杀 原因是青中港媒大公报 二十二号突然点名批评这个艺术作品 认为作品播放过程中会闪撞出现 遭港府逮捕的反送中运动人士 姓名与刑旗 变相支持这些被港府指控为暴徒的示威者 尽管这些人民资讯必须用隔放的格式 才能看得到 但新闻刊出隔天作品立刻被下架 创作者进一步表示刚府把作品下架的行为实际上也属于整个作品想要表达的一部分 而港府对各种艺术甚至娱乐作品的严格审查也不止这一件 把英国知名童书角色小熊维尼的温暖形象 翻转成凶残嗜血杀手的英国低成本恐怖片小熊维尼鞋语尼 二月起在欧美与台湾等地陆续上映后 已经写下超过四百万美元 也就是拍摄预算四十倍的票房夹击 香港发行商也看好这部片的市场吸睛人力 现在十三号推出神秘放映场 现场人山人海 原定全片二十三号正式上映 没想到就在上映前两天 一切戛然而止 先是因计数原因在二十一号当天突然取消电影的提前包场活动 接着发行商也公告证实取消在香港与澳门的上映 尽管各方都没有明说 但外界一致相信 这才是取消的真正原因 二零一七年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时任美国总统的欧巴马 在加州会面散布的一幕 被外界嘲弄犹如迪士尼卡通中 小熊维尼语跳跳虎 从此之后小熊维尼就成为敏感词 被大陆官方全面封杀 连迪士尼二零一八年上映的奇幻冒险电影 《智友维尼》也遭大陆禁播 但当年这部由迪士尼出品的小熊维尼本尊 都还能在香港上映 五年后的另一部已经刻意避免 与迪士尼般小熊维尼有任何雷同的翻转童话电影 却只因为片名就无法登上港澳大荧幕 再加上香港已经在二零二一年推出审查新规定 也就是电影检查条例 所有电影只要被认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就会被港府禁播 这次小熊维尼写语尼在香港经过唯一一次神秘放映场之后 遭遇封杀 香港铜锣湾百货外的艺术作品也在展出近一周被下架 这个在审查机制出动前的小空窗 恐怕已经成为香港谨慎的自由呼吸空间 TVBS新闻综合报导